我在网上租了的男友回家过年 到了约定的地点 出现的却是我的上司人百然 那一瞬间 我只想逃 但人勃然已经发现我了 我头上带着提前说好的发卡 他压抑的看了看我 又看了看发卡 天王盖地虎 我 甲方一米五 我俩都沉默了 家人们 关注包子吧 包子每天会更新好看的小说哦 你的点赞评论对我很重要 下面证文开始 邮寄的放年价前 我被面前这货狠狠劈了一通 他说这次项目很重要 已经给过我机会 再做不好就滚蛋 我 瑟瑟发抖 不是我怂 任波然是我司最年轻高管 要求相当严厉 几乎每个人都有点怕他 偏偏他本人是个变态 业务能力和情绪管理都强到发指 除了脾气不好 没什么能质疑的地方 又强又恐怖 这是我们私底下对他的评价 而此刻 让我连做噩梦的罪魁祸首 就站在我面前 还是以我临时男友的身份 天要亡我呀 任波然推了下眼镜 是你 在AT里做了男友 他的语气像在说 是你把公司机密泄露给了对家 我抄小声 对 可是 接我单的用户叫我兄大我先说 任波然很不情愿 是我 我既害怕又想笑 那现在怎么办 你的租赁需求是 跟我回老家过年 假装我男朋友见一下父母 工资日节 干一天算一天 任波然陷入沉思 然后出乎意料的 行 后来我才知道任波然答应的原因 他被催婚催到不敢回家 正愁过年怎么办 他的好兄弟主动要替他解围 他兄弟在虚拟交友 AT上接了我的单 没告诉他业务具体内容 只说可以让他摆脱相亲和催婚 任波然以为 只用假扮一天男友 互拍几张合照 发帝长辈应付一下 没想到 我提出回老家 他仔细一想 这不就是彻底摆脱相亲的好机会吗 所以他 答应了 这发展猝不及防 回家路上 我悄悄打开交友 AT 给我兄大我先说发消息 怎么回事啊 大兄弟 来的是你朋友 我兄大我先说 对啊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我 你这是诈骗吧 我兄大我先说 我身高181 我兄弟185 你竟赚4厘米 这还不满意 我兄大我先说 而且咱俩没咋聊过天 之前也没交换过照片 你就当是他接了你的单 没区别 我 可是 我兄大我先说 仙女小姐姐 其实我也很无奈啊 你别看我兄弟一脸冷漠 他其实超级惨傲 都快30了还寡着 再没人要就只能出家了 我 看到这话 我忍不住偷苗人百然 他余光捕捉到我 宋银 你带笔记本回家了吗 带了 你的策划案要全部重做 别怪我没提醒你 我 任伯然 这次再做不好 公司就会找人顶替你 你自己掂量掂量吧 我 Apply 我兄大兄弟还在诉说 任伯然有多惨 我恨恨的会 你兄弟没人要 为什么不从自身找原因呢 恨归恨 任伯然很敬业 他买好特产和水果 见我爸妈的时候 瞬间变脸 一口一个阿姨叔叔 叫得特别甜 我在一旁直接看傻了 试问谁见过这么清纯可爱 等任总 我爸妈半点没看出猫腻 对他很满意 小王啊 终于见到你了 真好 又高又帅 小王 我背后掐他一下 让他答应 我妈又说 小王一看就是正直的小伙子 我们家笑笑眼光真不错 笑笑 我又掐他一下 那是我的小名 任伯然反应很快 今天见了你二位才知道 这么优秀 原来是遗传的 我爸妈被他哄得合不拢嘴 他这么机灵 我放心了 肯定能平安度过这个假期 事实证明 我放心得太早 吃完晚饭 站在卧室门口 任伯然突然问我 我睡哪屋 我僵住了 差点忘了 我家房子是我爸妈 刚工作那会儿单位分的 很小 两室一厅 长辈一室 我一室 我妈笑呵呵走过来 小王 我们家没客房 你今晚跟笑笑住一间吧 妈 我慌了 这怎么能行 那你说怎么办嘛 总不好让人家小王睡客厅 我妈一向是个大老粗 不在意的说 你们都谈三年了 这趟都就谈分论价了吗 先挤一挤 明天我去买张折叠床 他碰一声 把门关上了 留下我和任伯然 面面相去 我忙解释 我妈不相信 我真的会带男朋友回家 才没有提前准备 任伯然笑了一天 估计脸都僵硬了 又恢复成不尽人情的样子 说说吧 小王是怎么回事 他在我书桌前坐下 我条件反射的站直 更会报工作似的 小王是我前男友 谈了三年 本来说好 今年回家见父母 结果他劈腿了 我偷瞄人百然 发现他眉头微醋 我心里犯处 不知道那句话说错了 然后吧 我爸妈察觉到我情绪不对 他们猜我分手了 还劝我辞职回老家 我不想让他们担心 就骗了他们 任伯然 所以你就去租男友 对 宋银 我建议你说实话 你不可能永远瞒着他们 我老毛病又犯了 他一叫我全名 我就有点抖 先 先过完年 沉默 他一不说话 气氛就更压抑 我后背都出冷汗了 虽然不知道自己错在哪 但就是条件反射的谎 不知过了多久 他说 怕我 任伯然最后打了个地铺 让领导睡地板 我过意不去 但他又不肯跟我换 但 假如我预料到 今晚将会是毕生难忘的一晚 我宁可跑出去睡大街 洗澡前 任伯然问我有没有浴巾给他一条 他忘记带了 我正抱着一床被子在谱 随口说 飘窗下面的抽屉里有 全新的 打开抽屉后 任伯然就像被人按了暂停键 僵着没动 哪有 你翻一下看看 可能压在下面了 翻 他很迟疑 我这才扭过头去 没找到吗 话没说完 我傻了 怎么一抽屉全是那一呀 摆在最上面的 还是镂空蕾丝的 下面还有雪纺沙的 水钻的 炫瞎我的眼 任伯然早已一开视线 没有就算了 有的有的 我火速把抽屉推了回去 脸发烫 可能我妈重新整理过 位置有变 嗨嗨 果不其然 我在另一边找到了浴巾 任伯然洗完澡 身上戴着清香 没戴那副汗死在脸上的西矿眼镜 听说他高度近视 我大胆瞅了好几眼 嗯 不戴眼镜的时候 比平时温柔多了 原来他是双眼皮呀 皮肤还挺好 不知道怎么保养的 我盯了半天 任伯然突然转头 看够了吗 你怎么知道我在看你 任伯然冷笑 你当我瞎 你不是高度近视吗 谁说的 他把眼镜放我面前 镜片薄薄的 高度个屁 另外没人告诉你嘛 就算高度近视 也不是下 我尴尬极了 所以我刚才为所欲为的目光 都被他看到了 本着言多必失的原则 我赶紧钻被窝里 多一个字都不想说 但是 怎么可能睡 得 就 灯一关 黑暗里的动静就被放大 我的卧室不大 地铺紧挨着床 任伯然的呼吸 时刻提醒着我 这房间里有个男人 还是我的魔鬼上司 太窒息了 我也不敢找他聊天 就干瞪着天花板 瞪到半夜 终于有了点困意 可很快 我想上厕所 我小心翼翼地爬起来 要走到门口 必须经过人摆燃 他呼吸很轻 应该是睡着了 当我试图绕过他 脚下不知什么东西 绊了我一下 我一个猎诀 直接扑在他身上 人勃然醒了 送银 他咬牙切齿 对不起 我只是想去上个厕所 手拿开 哎 手 我的 手 哦 感觉到了 我的手 正放在了一个不该碰的位置 我吓得如同弹射一般蹦了起来 结果重心不稳 又半了一下 这一次 我的脸摔在了上面 第二天 我和任博然都顶着大大的黑眼圈 我爸妈很早就出去了 留下我们两人在家 气氛很凝固 我们互相不说话 下午 小区群里突然弹出一个通知 接疫情防控指挥布通知 我们小区从现在起实行封控管理 请大家多多配合 居家不出 社区工作者正在给大家封门 我梦了 封门 现在 我给我妈打电话 可她告诉我 她和我爸都接到了医院紧急值班的安排 不能回来了 这就意味着 我和任博然要单独相处 视线一碰 我们都看到了彼此眼中的胶着 还犹豫什么 既然走不掉了 赶紧去群里抢物资啊 我捧着手机一顿操作 买了一大堆东西 还好 精准防控 被封的只有我们小区 外面世界一切正常 物资和人力也并不匮乏 没一会儿 社区工作人员就把物资送上门 小盒子率先从里面滑了出来 包装上大家都懂的三个字 赠光瓦亮 闪下我的狗眼 我僵硬了 我感觉得到 背后的任博然也僵硬了 他审视的目光 悬在我头顶 区区一个小盒子 仿佛变得有千斤重 不知过了多久 任博然 你不说话 是等我帮你狡辩吗 我 你听我说任总 这不是我买的 我不知道他怎么会在这里 他一脸不太信的样子 我崩溃 救命 我怎么可能买这玩意 我又没封 你疯没疯 他略微一顿 还真不好说 韩沙摄影昨晚的事 我更洗不清了 任总 你听我狡辩 不是 听我解释 你看这个聊天记录 我压根没跟人要这个 你可以单独下单 再删掉记录 不可能 没这个必要 他审笑 不过我也能理解 我松了口气 你理解就好 我长得不错 主要工作能力强 你有这样的想法也正常 啥想法 他撩起眼皮 基于我的肉体 我 真的 那一刻我有点绝望 但胜负欲攻占了我的大脑 不就是说骚话吗 我不能输 于是我这不算 怎么灵光的脑子 突然峰回路转 脱口道 我要真有那样的想法 不买这个饮样 后来 社区上门告诉我 物资送错了 我们这袋是别人买的 我热泪盈眶 差点当场现场 听我说谢谢你 我得意的说 看到了吗 我是清白的 但因为我那句骚话 任波然不再信任我 他甚至把外套拉链 提到了最上面 连脚脖都用袜子遮住 如同一个贞洁猎女 今天是大年三十 虽然状况百出 年还是要过的 只不过 面对我爸妈 留下的一大堆食材 我很头疼 要不 今晚煮面吧 我理所当然的觉得 任波然也不会做饭 谁知道他撸起袖子 直接进了厨房 接下来的两个小时 我目瞪口呆的 看着他做了一桌年夜饭 不可思议 不光卖相好 味道也不错 我俩坐在电视机前 吃饭聊天看春晚 出乎意料的 我和任波然的兴趣爱好很合拍 喜欢的电影 听的歌曲 都高度重合 对尖锐时事的态度 也几乎一样 就像是遇到一个 阔别许久的老朋友 下午还互看不爽 现在聊得停不下来 对彼此的印象也发生转变 饭后 任波然妈妈发来视频 我自觉主动的扮演他的女朋友 他妈妈非常满意 还加了我的微信 要给我发红包 我向任波然邀功 任总 我表现的怎么样 很好 那是不是得给点奖励 我现在要在公司群里发红包 你可以坐在我旁边抢 我立刻挪着屁股过去 我心想 他那边一发 我这边去抢 百分百能赚到啊 待我准备好 任波然发个二百出去 我瞬间点开 抢是抢到了 但只抢了几毛 他又发了一个 这次好一点 三块 我欲哭无泪 我脸好黑啊 怎么就轮不到一个手气最佳 任波然说 那我再发一个 他发 我抢 他再发 我再抢 不知多少个红包后 我终于拥有了手气最佳 我开心的跳了起来 一回头发现任波然正看着我 嘴角挂着淡淡笑意 可恶 怎么看起来有点温柔 这样的任波然 我有点不认识 像是一不小心 窥探到了上司的另一面 在严厉的背后 原来他也有温柔的那面啊 我低头看群聊 我们组的小群里已经聊开了 同事 人总今年居然发了这么多红包 太豪气了 同事B 对啊 往年高管也就发三四个意思一下 没想到他今年出手 阔出我刚才只顾着墙 压根没留意人 百然发了多少 回大群里数了数 他大概发出去好几千 就好像是 故意等我抢到了手气最佳才停止似的 大群里也在Q我 同事甲 宋银策划不必太强了吧 每一个都抢到了 同事仪 哈哈 我也发现了 每个红包都有他 我说 嗨 但我前面抢的都几毛几块的 同事甲 可以了 加在一起算多的了 同事仪 感觉就像守在任总旁边抢似的 嗨嗨 有一种被猜中的心虚感 我赶紧在群里回发了一个红包 平息众怒 我这边发完 任波然就单独给我发了一个 给小演员的奖励 当天晚上 任波然睡在我那屋 我搬去爸妈卧室 临睡前 收到他的微信 总裁办 任总 明天想吃什么 我 还能点菜吗 总裁办 任总 破例让你点 我忍不住翘起嘴角 今晚那个排骨好吃 还想吃 总裁办 任总 好 冰箱里刚好还有一袋 我悄悄给他换了个备注 任厨 我发 想不到任总居然会做饭 任厨 我自己一个人住 做饭是必备技能 我 没谈女朋友吗 任厨 很久以前谈过 但我工作忙 顾不上 被甩了 我 我还以为你跟杨助理是一对呢 任厨 为什么这样觉得 我 公司里大家都这么以为的呀 他是你的第一部下 很难不往那方面去想 好多人还可你们这对CP呢 任厨 你们平时私下就聊这些 我 我是不是暴露了什么 任厨 看来要多做几场思想培训了 我 我还能说什么 我一个屁都不敢放 我把他的备注又改了 任魔鬼 言多必失 我还是去看春晚吐槽吧 可过了一会儿 他又发来 任魔鬼 声明一下 任魔鬼 我和杨妮只是同事关系 透过屏幕 我几乎能想象到他认真解释的神情 内心好像被撞了一下 有一点说不清道不明的喜悦 但是 这点刚萌芽的喜悦 很快就被任某人亲手掐灭 因为第二天 我在自己的床上醒来 他的脸 就在枕头旁 人不然已经醒了 面无表情地看着我 我慌了 我是真的慌了 我第一反应是跳下床 瑟瑟发抖地看着他 解释 他估计也刚醒 声音还沙哑着 我 我不知道 你又不知道 我费尽地回忆 想起来了 昨天半夜 我起来上厕所 但只有身体醒了 脑子还在睡 我忘记自己已经搬去主卧了 下意识就回了自己房间 我沾床就睡 压根没发现 旁边有个人 面对我的解释 任波然完全不信 我试图甩锅 任总 不能多外我吧 你不是也没发现 旁边多了个人 我睡觉的时候不乱动 而且昨晚睡得沉 经过昨晚的聊天 我本来对你很信任 才没锁门 只是我没想到 你真有这个胆子啊 宋音 我冤枉啊 我发誓 我是无意的 任波然坐起来 支着一条腿 手臂搭在膝带上 他没戴眼镜 短发微微有些乱 看着很难散 宋音 我有必要提醒你一句 嗯 就算你用尽手段占有了我 我也不会帮你做策划 我是不是人不知道 但任波然是真的狗 他如果不是我的领导 我一定让他大年初一 血溅三尺 我抱着电脑 回了我爸妈那屋 一刻也不想见到他 打开策划案 我一筹莫展 一想到这是他 让我重做的东西 更气了 我噼里啪啦的打字 看上去纹丝泉涌 实则 在跟闺蜜疯狂吐槽 他估计还在睡觉 没有回 但是清吐完 心里就舒服多了 我重新把注意力挪回工作上 一个小时后 我渐入佳境 灵感迫发时 手机震动 我点开语音 就是你那个 刻薄自私 能写无情 劣绝人性 但有点帅得上伞 我刚咧开嘴笑 忽然察觉到一阵凉风 我缓缓抬起眼睛 任博然倚着门框 正面无表情地看着我 场面一度很尴尬 我有种 跳进黄河都洗不清的感觉 好 真好 中国好闺蜜 神一样的队友 不确定任博然听到了多少 我小心翼翼地问 你来干嘛 叫你吃午饭 哦 任总厉害了 你先去吧 我就来 但他纹丝不动 宋银问你个事 别问 任博然喝了一声 刻板冷血 灭绝人性 我 行了 看你怂的 没要跟你计较 真的吗 这么好 但你必须解释清楚 他话锋一转 有点帅是什么意思 只是有点吗 你的关注点不太对吧 是你的眼神不太对 镜片反光 半名半妹 任博然指了指自己 希望你明白 我不只是有点帅 啊对对对 任总超级帅 他勉强满意了 吃饭 我松了口气 接下来几天 我们相安无事 为了把方案吃透 我狠下一番苦工 虽然是假期 但加班熬夜 比平时还要多 任博然真没给我什么指点 每天专心当他的大厨 有天晚上 我工作到十二点多才去睡 可刚一躺下 肚子就咕咕叫 饿得睡不着 我给任博然发消息 我 林导 您睡了吗 任魔鬼 没 放 我 我掐指一算 大事不妙 都这个点了 任魔鬼 别说了 吃 我 可现在吃 会长胖哎 任魔鬼 不会的 只要你吃得足够快 卡路里就追不上你 好有道理 不愧是领导 可转念一想 吃啥呢 家里没什么零食了呀 于是 我又找了任博然 我 领导 有深夜食堂吗 任魔鬼 我已经躺下了 我 我想吃你煮的杨春面 任魔鬼 我已经躺下了 我 真的好好吃哦 猪油是灵魂 每一个面条都裹着香味 任魔鬼 我已经躺下了 我 越想越饿 真的 任博然 闭嘴 哎 看来我跟杨春面今晚有缘无分 但没多久 我听到厨房推挖门的声音 我蹿了出去 任总 晚上好 能在此刻相逢 真是缘分啊 任博然不买账 冷哼一声 您到厨房干嘛呢 我笑咪咪问 你说呢 他卷起袖子 白赤灯将他的手臂照成了冷白 一块猪油被拿了出来 你的杨春面 葱多葱少 由于我每天都在啃方案 不能随时盯着裙 家里就由任博然全权负责抢菜 正好他是大厨 比我更知道该买什么菜 今天 我正在狂写 TTT 任本然一脸趣略的探头 送银 哎 他一叫我名字 我条件反射的将值几倍 我今天抢到了鸡腿和五花肉 哇 太棒了 任总您可真是即兴在世 我太崇拜您了 嗯 也不难 他故作谦虚了一下 说 另外 我这两天在想一件事 什么事 看在你这么努力的份上 我考虑给你一些指点 我 哦 不用了呀 我今天约了大志 他做的方案 甲方都挺喜欢的 我让他帮我参谋一下 大志是我私一位男同事 比我大几岁 工作经验丰富 客人勃然一听 脸就沉了下去 那你找他吧 他砰的一声 把门带上了 我有点不太明白 他听说我找大志 就生气了 首先排除吃醋的可能 多半因为我请外援 他作为领导 觉得我这样很偷懒 考虑再给他解释一下 大志的通话就来了 我跟大志聊起了工作 突然 刚才摔门的某人又回来了 宋银 别怪我没提醒你 你要这么做 最后还是过步了 我 手机里的大志 谁 谁在说话 我抄小声 你在门外偷听 任勃然暴毙 理直气壮 路过 刚好听见 大志 等等 这声音咋这么耳熟 小银 你旁边是谁 任勃然书弟板起脸 小银 公司里大家都这么叫我 我怕大志发现 事宜任勃然快出去 大志还没意识到危险 小银 到底谁啊 这声音贼耳熟啊 听得那么像任总呢 但我知道 不可能是任总哈哈 就是我 你猜对了 但没讲 任勃然直接站到我身后 冷冷地看着镜头前的大志 大志猛了 他猛得如同网卡了 然后下一秒 他抛下了他的战友我 挂断了 任勃然在我旁边一坐 巧了 他走了 我来帮你看他吧 现在是说这个的时候吗 我痛苦地揉着额 领导会被同事误会的 你知不知道 那你一会儿跟他解释 别说得这么轻松 年假 你却出现在我家 你喜欢大志 他突然问 不啊 我是说 作为同事 我很喜欢他 仅此而已 那公司里有你喜欢的人 没有 那你怕什么 他淡定到 如果是留言 总会有消停的那天 如果 他话里好像有深意 但来不及深究 任勃然已经开始看我的方案了 这里 我有一个更好的题 天大地大 工作最大 其他先放一边 赶紧跟上他的思路最重要 任勃然给我讲了好一会儿 不得不说 他确实厉害 帮我完善了很多 讲到最后 他拿起手机 我以前做过一个方案 可以给你参考一下 转发给你了 你有空看看 好的 谢谢任总 我点开微信电脑板 他的消息在最上面 任魔鬼 他皱了下眉 我当即出了冷汗 完蛋 没法解释 上次语音还能甩锅给闺蜜 话是他说的 反正闺蜜不在我们公司 不怕得罪他 这次 我却是红果果的被逮了个现行 但任勃然没生气 他说 第一天到你家 我就问过你 是不是怕我 你当时说没有 可我觉得你撒谎了 我 我后来留意了一下 你在我面前 时不时会有些僵硬 宋银 真那么怕我吗 我硬着头皮说 是的 因为你比较严格 我其实挺害怕被你训斥的 时间一长 养成了习惯 你一叫我全名 就感觉你又要驯化了 我条件反射就开始晃 人柏然若有所思 他的脸上 看不出情绪 过了一会儿 他起身 你这几天很努力 我都看在眼里 方案好好做 回公司会表扬你的 顿了一顿 他又说 以后我会尽量少叫你的名字 那怎么叫 像慕容云海 喊出以前那样叫味吗 也行吧 我无所谓 他出去后 我松了一口气 在大致八卦的逼问下 我解释了前因后果 大致的嘴比较牢 我不担心 他还说 任总从来不亲自待人 对我破例了 任不然这几天对我破的例 好像还不少 封门以后 都是他来做饭 我因为忙着写方案 时常帮不了什么忙 越想越不好意思 我赶紧放下笔记本 想去厨房搭把手 来得正好 满无相气 任不然正端着我最喜欢的 糖醋排骨上桌 对我说 开饭了 笑笑 对于任不然改口 叫我小明这件事 我有点震惊 但当事人很镇定 他觉得这么叫顺嘴 我妥协了 他老人家顺嘴就好 任不然也不让我私下里 喊他任总 商量了半天 我决定叫他燃哥 有了他的提点 我方案写得飞快 很快就完成了 年假还剩一天 我终于可以放肆地看视频了 我挑了几部高口碑恐怖片来看 结果就是 被吓着了 晚上 我开着灯 迟迟睡不着 任不然正在洗澡 我听了林玉的声音 考虑一会找他唠嗑 唠困了我在睡 然而 他还没洗完 眼前突然一黑 停电了 开什么玩笑 看恐怖片必停电的玄学 居然发生在我身上了 我害怕急了 开着手机灯 摸出门 任不然 你洗好没 林玉声已经停了 但隔着门 听不到浴室里丝毫动静 那些血腥的场面出现在我脑海 我眼睛还没适应黑暗 总觉得四周凉嗖嗖 我狂敲浴室门 快哭了 任不然 你快说句话啊 我害怕 任百然刷地拉开门 怕什么 他顿了一下 语气缓和 你哭了吗 我今天看了恐怖片 别怕 我去拉一下电闸 我跟你一起去 我伸手拽他 任不然反握住我的手 牵着我往客厅走 拉电闸没反应 窗外漆黑一片 恐怕整个小区都断电了 果然 群里物业说正在抢修 什么时候能修好还不一定 任博然说 以防万一 关掉手机上的手电筒 太耗电了 我关了 屋子里瞬间一点光亮都没有 我更慌了 好嘿 没事 我在这儿 任博然似是朝我走近了一步 我一吸闻到洗发水的味道 碰到他 我安心多了 你能不能陪陪我 我小声哀求道 我真的很怕 好 任博然握紧我的手 我不会离开的 我们在沙发上坐着 挨得很近 一直食指紧扣 他跟我聊了很多 从他的大学 到刚毕业的迥士 我很快被他吸引了注意 原来他也不是从一开始就那么强 他一路磨练的 比我们更加辛苦 个人经历讲完 任博然就跟我回忆看过的电影 去过的城市 依赖让人上瘾 我不知不觉靠近他 他也微微侧身 几乎快要把我揽入怀里 就在我听了入迷时 来电了 灯光大亮 瞇了瞇眼 一个精壮的胸膛跃入眼中 任博然他没穿上衣 确切地说 他从浴室出来的很匆忙 只套了条裤子 外套穿是穿了 但没扣扣子 所以在我面前展露无遗 并且灯一亮 就显得我们相握的手 有些不对劲 我赶紧抽了出来 别人滚烫 好了 你可以回去继续洗澡了 任博然没烧一挑 看着突然空空的掌心 想没良心的 用完就甩开 我这不是怕你着凉 你家暖气烧得旺 我不冷 他走回浴室 懒洋洋地冲我白手 让我继续洗了 别害怕 有事就像刚才那样叫我 嗯 谢谢 任博然笑了一下 可能是以前很少看他笑的缘故 我内心好像浅浅地被撞击到了 方案做完的时候 年假也结束了 但我们小区还没解封 我和任博然双双请假 大致按照约定 守口如瓶 但我俩同居的消息还是传开了 我们请假时提交的定位 被人截图发了出来 上面清楚地显示 我和任博然在同一地区打卡 跟我关系好的同事都悄悄问我 我当然是否认了 但是 有人笃定无疑 比如 任博然的助理杨尼 我的方案是任博然亲自带我做的 提交只是走一个流程 到他那儿会立刻审批通过 但是 方案在杨助理那一集就被打了回来 杨尼在项目群里爱特我 这是你自己做的吗 我 当然 总裁办 杨尼 跟你年前的一版差距巨大 我不相信有人放个假 就能进步这么快 什么意思 总裁办 杨尼 你的方案里有很多我见过的元素 我需要你给我一个解释 公司对copy他人创意这件事深恶痛绝 如他所愿 我解释了 但他不信 还说会考虑在大群里听一下这件事 我气得想扔手机 你让我说 说了你又不信 那还说我屁 任博然不在这个小群 他对这件事一无所知 吃饭时 他见我闷闷不乐 我便把经过告诉了他 我本以为 杨尼是他的助理 他会从大局考虑 劝我不要计较 但没想到 任博然听着听着 脸色就不太好 他起身 说去打个电话 等了一会儿 饭要冷了 我想劝他先把饭吃了再打 走到门口 却听到他尽力压低的争吵声 是 我就在他家 这是我私人的事情 与你无关 方案是我教他写的 有什么意义 养你 你没有资格不满 我现在正式地通知你 送银是我的人 谁也别想动 后来 任博然亲自驾邻向路小群 又亲自通过了我的方案 事情告一段落 居家办公了一周 终于迎来小区解封的消息 重归自由的头天晚上 我兴奋地睡不着 任博然也是一样 隔着一堵墙 我俩一直在微信聊天 任魔鬼问你个问题 我说 任魔鬼 你还惦记你前男友吗 我 渣男不值得惦记 浪费时间 我要向前看 任博然给我发了大拇指 他说 这段时间我对你有了改观 平时公司里 你不爱说话 我以为你是个内向的人 其实你认真积极 工作态度也很好 我 谢人总夸奖我 其实 我对你也有改观 我以前以为你不近人情 没想到你会做饭 待人也挺温柔的 任魔鬼 告诉你个秘密 我 嗯 任魔鬼 除了我的家人 只有你吃过我做的饭 心跳好像漏了一拍 我捧着手机 忍不住傻笑 这种做某个人的特立的感觉 会上瘾 任博然问 你在听音乐吗 我听到声音了 我 啊 抱歉 吵到你了吗 任魔鬼 没有 听的什么 我也想听 我把正在播放分享给他 然后他就没音了 我以为他睡着了 便去刷了回综艺 不知过了多久 任博然才回复我 任魔鬼 学会了 我 他发了一段60S语音 点开 他在唱这首歌 声音又低又沉 每一个音节都敲在我心上 我快要爆炸了 空气好像都甜腻起来 任魔鬼 不对 我为什么要在微信里唱歌给你听 我一愣 他是意识到我们身份的差别了吗 可紧接着 他说 出来 客厅见 庆祝一下明天解封 我立刻蹦下床 冰箱里还有酒 我们左手酒杯 右手游戏机 嗨得不行 空酒瓶越来越多 我俩逐渐都有些醉意 任博然操纵的马里奥上蹿下跳 看到我眼韵 别乱棒 我轻轻踹了他一脚 他却反手抓住我的脚腕 怎么不穿袜子 脚凉凉的 他把我的脚放进外套里 外套下是他的体温 很暖和 我鬼使神差地说 然然 任博然 我能这么叫你吗 可以 借着酒劲 我把整个人都凑了过去 烤拉式地扒住他 然然 轻轻 我疯了 我一定是疯了 才会说这话 但大脑不听屎话 我就期待地看着他 任博然眸光渐深 他突然摘下眼睛 吻了下来 第二天 历史重演 我又在自己的床上醒来 任博然的脸近在眼前 不同的是 这次生理煮熟了 任博然还没醒 我不敢发出动静 忐忑又期待 几乎没有怀疑 我们的关系会更进一步 压在枕头下的手机震动 是任博然的 我悄悄把手机拿到一旁 去瞥见屏幕上的短信预览 养你好几天了 我还是想不明白 你明明是个不婚主义 这几年也因此一直拒绝异醒 为什么 后面的我就看不到了 如同一盆凉水 将我泼个清醒 他是不婚主义 那我在期待什么 任博然翻了个身 好像快醒了 我抱起衣服 慌忙逃了出去 洗澡时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 昨晚 他确实没说过要负责之类的话 可能是天天生活在一起 让我们产生了不该有的冲动 小区已经解封了 踏出这个门 他仍然是任总 而我也仍然是公司里的小虾皮 我在傻傻的奢求什么呢 最后我想通了 既然结果都是一样 那我要先发制人 我洗完了 任博然也醒了 正在烤面包片 他看到我有些尴尬的挪开目光 心虚实锤了 笑笑 我有话跟你说 巧了 我也有 那我先说 你说 我挤出在淋浴间练习好的笑容 昨晚只是一场意外 成年人嘛 大家都懂 你不用有压力 这件事到此为止 谁都不要再提 任博然错愕离顺 你是这么想的 对呀 一味的要负责 只会对对方造成负担 我懂 负担嘛 他低下头 沉默许久 最后才滴滴的回了个好 任博然当天就走了 我习惯了十几天 隔着一堵墙互发消息 他走以后 微信上却再也没有一个标点 反倒是公司的各个群里 又开始讨论他 有同事发了总裁半角的照片 说 任总回来了 都别再摸鱼了哈 照片里 他又恢复成我记忆中的样子 西装笔挺 戴着一副细矿眼镜 看起来专业又冷静 我比他晚一天回公司 同事们告诉我 我来的正是时候 因为任总昨天来公司晃了一圈 今天就被董事长派去分布出差了 大概要一两个星期才能回来 这是好事 意味着我起码一周 不用跟他见面尴尬 但同时 我控制不住的失落 微信里还保留着我们前面十几天的对话 关于做饭 听歌 打游戏等等 我们共享了所有生活 可现在 梦醒了 不可逾越的等级关系 才是我与他真正的状态 为了让自己快点走出来 我更加努力地工作 大把时间都用来学习和加班 任博然出差的第四天 办公室突然换了个新冰箱 同事们议论起来 终于换冰箱了 之前那个用太久了 我带的饭放进去都串尾 感动了 后勤部终于听到了我等诉求 嘘 才不是后勤换的呢 那是谁 是任总让换的 我忍不住抬起头 听他们的八卦 任总不是一向不过问这些吗 他自己办公室里有冰箱 为什么突然帮我们换了 不知道 可能有人跟他提了吧 瞎说 谁敢跟任总提这个 确实 谁会闲得慌 跑去跟他抱怨冰箱了 大致冲我几眼 是不是你 跟我无关 就是你 你昨晚刚发了朋友圈 今天任总就换冰箱了 嘖嘖 我一愣 突然想起 昨天加班时 我确实发了个朋友圈 我说办公室冰箱味道太大了 一打开 差点被熏晕 难道 是因为我 类似的事情 后来又有发生 比如 我在朋友圈说 午休趴桌子上 睡得颈椎疼 第二天 办公室每个人都收到了一个 折叠行军床 再比如 我分享了新开的蛋糕房链接 第二天 一个大蛋糕就送到了办公室 说是任总犒劳大家 种种迹象表明 他在暗中观察我 我很苦恼 去跟闺蜜倾诉 闺蜜掐指一算 说我已经喜欢上任伯然 他劝我 既然喜欢 不如主动争取一下 反正我们现在的关系很尴尬 就算失败了 也不会比现在更差 这个小妖精 三言两语 就把我说动了 嗨嗨 我决定豁出去 搏一搏 单车变摩托 斟酌半天 我给任伯然发了条微信 哈罗 忙吗 有些私事 我想跟你再聊聊 主要是不说清楚 我心里实在难受 如果你也刚好想的话 就给我回个电话 如果你觉得无话可说 那就无视这条消息吧 我等了很久 没收到回复 当然 也没有电话 一天过去了 我很难受 就算再忙 也不可能没有看一眼微信的时间 他就是不想回 看来是我一厢情愿了 晚上快十二点 我不准备再等 刚把手机调尽音 任伯然的电话就来了 笑笑 你给我发消息了吗 他上来就问 我没有看到 你发了什么 我 你没看到 对 那你怎么知道 要给我回电话 任伯然震了一下 然后更急了 出什么事了 你的对话框被别人删了 我没看到 任伯然对我没有隐瞒 他出差的行程很匆忙 董事长安排了杨妮跟他一起去 作为他的助理 杨妮偶尔会获得 替他回复工作微信的权利 今天白天 任伯然在车里打了个盹 让杨妮帮他定下微信 如果客户发来消息 立刻将他叫醒 但是发来微信的却是我 其实不用我发什么 杨妮都会第一眼看到我 因为我是任百然的置顶 杨妮大约就是在那时候 悄悄删掉了我的对话框 下午 任伯然脚步粘地的忙 晚上还要应酬 就在刚刚 他回到酒店房间 想回看一眼我们的聊天记录时 发现置顶没了 他明白 有人动了他的微信 他很生气 但第一反应还是先打给我 任伯然又问一遍 你给我发了什么 也没什么 我鼓起勇气 就是想问你一下 你喜欢我吗 喜欢啊 他都没有犹豫 快到我措手不及 我不是指同事间的欣赏 是指 笑笑 我喜欢你 是男人对女人的喜欢 我心脏狂跳 真的 真的 我也喜欢你 太好了 任伯然松了口气 笑笑 做我女朋友吧 不行 他愣了一下 我解释道 我知道你是一个不婚主义 我还没有想好 要不要谈一段 注定没有结果的恋爱 任伯然 不婚主义 你听谁说的 我把不小心看到 他微信的是说了出来 任伯然说 坦诚地讲 我之前被家里催得紧 确实产生了烟婚的念头 但是笑笑 我现在非常非常喜欢你也是真的 我以前认为 独居才是最好的状态 可过去半个月 我得到的快乐 是独居时无法想象的 笑笑 是你让我对未来产生了全新的期待 任伯然 你是为什么喜欢我呢 很多原因 或者说方方面面 任百然沉吟着道 但最主要的是 跟你在一起很合拍 你让我产生了一种久违的东西 什么 分享欲 我会心一笑 瞬间明白了 人在只有接收到 令自己舒服的反馈时 才会产生分享欲 而我认为 这是爱情最重要的前提之一 在结束了一天疲惫的工作后 谁都想要有一个能说得上话的人 同听一首歌 或仅仅是告诉对方 今天偶遇了某朵花 买到了什么菜 笑笑 任伯然郑重地说 先前封在家里 食材有限 能买到什么就做什么 其实我会做的菜还有很多 够你吃好久不带重养的 要不要给我一个机会 他犯规 居然拿美食诱惑我 我是那种 轻易能被诱惑到的人吗 没错 我是 任伯然出差回来后 我的生活大翻天 总结一下就是 白天公司里叫任总 晚上家里叫老公 尊重我的意愿 我们恋爱之时 没有告诉任何同事 在我眼里 任伯然每天都很割裂 比如今天 业务出现差错 他在会议室里大发雷霆 我们所有人都低着头 不敢吭声 散会后 同事心有余悸地跟我说 我还以为 今天就要交代在这儿了呢 我善善一笑 一整天 因为这个差错 任伯然都冷了一张脸 办公室气压超低 大家都不敢大声说话 生怕吵到旁边的总裁办 可是晚上下了班 任伯然领带扔在地上 衬衫领口松垮地解胎 他把我堵在玄关处亲 我脑子里浮现出 他在公司发火的样子 亲到一半 就听到他很小声地喘气说 好喜欢你 我 割裂呀 太割裂了 我说 你今天吓到我了 你知道吗 他眼睛黑润润的 那我给你赔礼道歉 也行 于是他摘掉眼镜 再一次抱紧我 边亲边用气音说 笑笑 别生气 另一边 杨你被冷处理了一段时间 他大概太过煎熬 给任伯然发了一篇小作文 表达内心的爱慕 任伯然主动把短信拿给我过目 随后 任伯然将我们的事 全都告诉了他 第二天 杨你来公司 要求跟任伯然私聊 被他拒绝 任伯然非要我也在场 坚决不跟他单独见面 我发现 杨你的眼睛又红又肿 他肯定熬夜哭过 也顾不上我在 他声泪俱下 原来从很多年前 他就喜欢任百然了 只是任伯然号称不婚主义 拒绝了所有异性 他害怕一旦表白 连朋友都美得做 半年前 他有一个调动生殖的机会 就在他还沉浸在自我牺牲的美梦中时 任伯然却悄然向我敞开了心扉 他觉得很不公平 要说努力 他工作上的尽头不输任何人 否则也不会有今天的地位 要说漂亮 他也绝对是公认的大美女 杨你咬字恳切 质问任伯然 如果非要有那么的特例 为什么不能是我 任伯然没有回答他 因为这问题没有答案 特例就是特例 是无法预知 更无法规划的 就像任伯然怎么都没料到 公司里那个看起来那项的小姑娘 会跟他如此合拍 我也没猜中 那个灭绝人性的大魔王上司 也会有那么体贴温柔的一面 还好 没错过 杨你放弃了 他主动申请调去分布 任伯然同意了 最后 他转头看向我 我犯的最低级的错误 就是删了你的对话框 不是 我本无意插入他们的对话 但现在我忍不住 开口 你犯的错明明是 拒绝了那次调动升职的机会 杨你愣住 你怎么能因为一个不确定的男人 就放弃自己的前途 这太可惜了 我不能理解 你这么优秀 做好自己 肯定会有大把人来爱你 杨你的表情很复杂 他沉音许久后 终是示然一笑 你说的对 我向你道歉 后来杨你再也没联系过任伯然 他在分部也没待太久 很快跳槽 去了别的公司 过上自己的人生 恋爱后 任伯然带我见了他朋友 一见面 我就get了对方的气质 阁下莫不适 我兄大我先说 任伯然与他朋友 我 谢谢兄弟 世界好没人 兄大 哈哈 你俩都得请我吃饭 我也带任伯然去见了我闺蜜 闺蜜 哦哦哦 这就是你那个 我疯狂给他识眼色 任伯然微笑 对 就是我 那个刻薄自私 冷血无情 裂绝人性 感与脸帅的上司 我与闺蜜 我像家里人 坦白了任伯然的身份 我妈高兴坏了 任伯然的人品 比我那个扎钱任好太多 只不过 我们仍旧是地下恋情 我一直以为 我们的关系会这么藏下去 直到我们终有一人 跳槽去别的地方 恋爱一年后的某个中午 我和两个同事一起去吃饭 女同事突然闹肚子 把碗一推就先走了 只剩下我和大志 我俩边吃边聊八卦 没一会儿 我感受到门口一道冰凉的视线 市任总业 他怎么在这儿 很显然 他吃醋了 他默默转过头 像没看到我似的 把腿就走 我只好跟大志 说我吃饱了 提前一步回办公室 今天破天荒的 同事们都出去了 办公室空无一人 任博然独自待在自己办公室里生嫩气 我向他解释 我并不是单独跟男同事吃饭 他有点报复性地拉住我 门还没关 就把我按在办公桌边上亲 亲得我喘不上气 笑笑 以后中午我陪你吃饭好不好 不是说过了 在公司别叫我笑笑 嗯 宋银 以前他这么叫我 我很慌 但今天 非但不慌 还有点腿软 他看出来了 宋银 摘掉我的眼睛 他声音又低又沉 像是一个漩涡 拉着我沉沦 办公间空荡荡 只有我们在接吻 身后巴搭一声 文件带掉了 一个同事默瞪口呆地看着我们 这怎么还有人啊 我想躲到一旁去 但被人勃然圈紧了 动弹不得 他淡定地说 麻烦带一下门 谢谢 好 好的 同事哆哆嗦嗦地跑来关门 当天下午 全公司都知道了 我打开小群 同事 哎 你们知道任总和宋银谈恋爱了吗 太劲爆了 听说任总亲人超级欲 啊 我怎么没看到现场 同事必 啊我也想看 同事C 友情提醒 宋银也在这群 同事A和B撤回 后来 我们结婚了 司翼让我们接吻时 这帮同事起哄最厉害 现场灯光炫目 我仿佛回到了别上发卡 去赴约的那一天 而任勃然 从我的上司 变成我租来的男友 最终成为了我的丈夫 我们的未来会越来越好 屏幕前的你也是